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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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都是人 人是有情緒的 亦需要有些方法去抒發情緒 在我來說 音樂就是 其中一個抒發情緒的方法 我希望可以用到音樂 可以幫到各位同事 亦都幫到我自己 這麼多年來 其實香港警隊 是為香港市民付出很多 香港亦都是一個世界有名 是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城市 在短短幾個月來的時間 我們警察 可以說這個金七招牌 突然間被抹黑很重要 變成很多市民都不相信我們警隊 當然我們是非常痛心的 在這幾個月來 我們看到很多對警察的不公平 一些惡意的中傷 或者是對我們一些休班同事的傷害 首先不說是正在上班 可能我們要去面對一些示威者 或者面對一些事情 可能會受傷 現在是說我們連下班 想作為一個普通人 都可能會受影響 例如我們的同事 下班的時候被人追斬 這是我覺得很痛心的事 例如我們執法的時候 可能會被人搶犯 搶犯的同事可能受到很大的傷害 可能被示威者襲擊 意圖搶槍 這些我們都 看到是覺得很心痛 為什麼我們香港會變成這樣 其實有這麼多事件發生 其實我也聽到很多前線的警員 其實他們都還很正面 去堅持自己做警察的理念 繼續服務市民 繼續在前線處理示威者的事件 我覺得這個是難能可貴 其實我們作為警察 除了上班的角色之外 還有另外一些不同的角色 我們是香港人 是中國人 我們另一方面 亦都是我媽媽的兒子 亦都是我太太的丈夫 我兒子的父親 特別為難的地方 有時就是可能前線的警員 都會覺得 大家都是香港人 都是中國人 要自己人打回自己人 其實是 其實在處理這些事件的時候 警察是站在一個幾位難的位置 我也都很深深感受到 其實音樂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很大 所以也都希望憑著一首歌 你可以聽到旋律 可以聽到歌詞 可以感受一下我們警察的無奈 還有那個希望做到最好 頂得住 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個精神 我想有幾句是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首新的歌就是 香港人始終美善 遙揚還是會出現 這個遙揚呢 我們今天是可提到今天 我們是唯要正義而戰的 正義而戰